夜晚的时刻 有点孤单 不怕 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 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 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 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喜欢NBA篮球的朋友 你大概对这个人不太陌生 他就是篮球明星史蒂芬科瑞 他带领荆州友试队 获得了睽违40年的NBA总冠军 科瑞引人注目 不是只有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哦 他的婚姻生活更是让人羡慕 他和妻子艾莎从小就认识 是青梅竹马 大学开始交往的他们 三年后就步入礼堂 在从小聚会的教会结婚 婚后育有两女 他们和乐美满的婚姻生活 常常是外人关注的焦点 究竟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 到底在哪里呢 今天的Easy谈生活 就让我们从NBA篮球明星 柯瑞的婚姻 来聊一聊这个婚姻幸福的秘诀吧 NBA篮球明星 柯瑞和艾莎的婚姻 是外人关注的焦点 很多人好奇 他们究竟怎么长保婚姻幸福呢 秘诀在哪里呢 首先 艾莎她是非常特别的女人 她打破许多人对球星老婆的印象 像是忙着社交 名媛生活 到处参加各种派对等等 艾莎不是哦 她常常带着孩子 公婆在球场上替柯瑞加油 其余时间就是照顾孩子 完全就是一个贤妻良母 她非常支持丈夫的篮球事业 她也在家里料理三餐 为了让自己有独立的事业 生活 她就利用网络成立了烹饪频道 还出了一本书 这样她就可以一边照顾孩子 又确保有独立的生活 而不是每一天都绕着丈夫打转 等着丈夫来陪她 她们夫妻虽然各自忙碌 可是也很努力地维持约会的生活 不论是一起看球赛 或是共度生日的夜晚 还有呢 艾莎很强调 夫妻的沟通非常重要 懂得刻意地经营夫妻关系 要为对方腾出时间 那另外呢 我觉得艾莎跟柯瑞 她们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她们有共同的信仰 彼此都忙碌一整天以后 她们就会一起分享今天的生活 然后一起祷告 求上帝帮助她们 走在上帝的心意里 不偏左右 当球员是非常忙碌的 柯瑞常常练球到很晚才回家 比赛也多半都是在周日 她们不容易参加到教会的主日 她们就利用网络来看主日信息 让她们的生命可以持续地成长 不会跟上帝断掉那个连结 另外呢 天天觉得 她们对彼此的那个认识非常深 也是帮助她们的婚姻 能够幸福美满 之前说她们是青梅竹毛 她们14岁就在教会举办的活动里 认识了 父母也都是基督徒 在同一间教会聚会 那当时艾莎跟柯瑞只是好朋友 她们没有谈恋爱 几年后呢 各自发展 艾莎去追求演艺事业 柯瑞追求她的篮球梦想 又过了几年 柯瑞到加州去 发现艾莎也在加州 重新再碰面的两个人呢 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进入交往 那时她们才19岁 交往三年后 决定结婚了 哇 想不到耶 柯瑞那时候事业才刚起步耶 想想有这么多的偶像男明星 几乎都为了演艺事业 拖到四十几岁才结婚 没想到柯瑞竟然愿意这么早就结婚 哎 难道是因为这个这个 先有后婚吗 当然不是啊 她是一个很近前的基督徒 柯瑞说 我已经遇到对的人 为什么要等待呢 艾莎是一个虔诚的好女人 充满了热情跟活力 于是她们就在亲朋好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祝福下 结婚了 婚后一年就生了孩子 两年后 柯瑞的事业步上高峰 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 而艾莎选择放弃过往的演艺梦想 回归家庭 专心地照顾孩子 打理家中的生活起居 她学习 面对从丈夫而来的美光灯 我想这对艾莎来说很不容易 为了这个家 为了丈夫孩子 她放下了曾有的梦想 还要面对美光灯来的压力 艾莎对家庭的付出 是柯瑞十分感谢的 她说谢谢艾莎支持她的梦想 又给了她一个家 从早晨到傍晚都陪伴着她 无论她的比赛好坏 输球或赢球 艾莎让她一回到家呢 想的都可以是美好的事情 很多人羡慕 柯瑞和艾莎的生活 还有他们青梅竹马的爱情经历 好像书中的童话故事 可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 不是只有浪漫 更重要的就是 修剪彼此的生命 学会彼此的舍己 荆州勇士队柯瑞和妻子艾莎的 幸福婚姻秘诀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三件事情 懂得与上帝连结 懂得祷告 他们努力地维持 约会的生活 第三个呢 他们愿意彼此地舍己 不知道我们的婚姻生活 过得怎么样呢 你是如何经营你的婚姻呢 希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能够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哦 我们就下回空中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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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iday 太阳 老子 超上来 碰面 佰面 spos 空 ality 拜訓 公 誰 ユーロ mesi Judy ioè 月 Utah workflow şa 56 我深藏的愛 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愛上你的節奏 感謝上帝 讓我遇見你 用盡全力守住幸福約定 永不說放棄 無論悲喜 我會陪著你